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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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天台釋教以祭教貫綱中和說 各位畢丘 各位畢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請放長 那麼我們上一堂課跟大家談到說 在據此論中它其實有一個很簡潔的說明了這個十六形的內容 其實你可以知道這個真的是一個聲文教法當中的核心 因為觀世聖帝嘛 那世聖帝是聲文教法中核心中重中之重的內容 三七道品也是以這個為中心在發展的 那張東講到了這個滅帝的時候 這個道地 講道地的時候 講道 自邪為之道 那麼有道 有行 有如 有出 就道 道正激甚 本來是之前我們講的是這個內容 名詞上是這樣 那包括智者大師的用的也是這樣 在這裡呢 用字不太一樣 道 第一個道還是一樣 就是自邪為之道 自邪道的 能夠自邪的 知道 為之道 所以它是一個道 方法的意思 道路 方法的意思 它什麼方法呢 自邪見 眾生的怎麼樣 直常 不常直常 苦而直為樂 非我之我 不敬之敬 是這樣 那麼這樣就是邪 乃至於波無因果 為之邪 那麼這樣就是自邪 知道 為之道 那正 這裡用的是如 本來在之前的文獻中講的是道正 基 聖 那個正 這裡用的是如 那意思是一樣 但是在大聖當中呢 用如的情況會更加的多 那麼在這裡呢 它也用如 所以聚舍論可以意識到說 聚舍論其實漸漸的在用了一個 更早之前歐寒經當中 比較沒那麼常用的詞句 當然這也可能是翻譯所成的啦 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就不用正 它用如來表達 如就恰似那個真理 不多也不少 多了不對啊 多了就變成 我可能化蛇天竹 少了我可能對於真理的描述 我不完備 就是 那個正 如 那麼自不如故如 那麼自邪名為道 就針對他邪而是 針對他邪而說道 因此呢 在第二個道正基盛的時候 這個正它就不再用了 乾脆用如了 你看到沒有 不然邪的反面是正啦 就是變成第一個形跟第二個形有點 至少用字是 是 有 或者叫做重複感 那你在思維上你就會有 confuse 就是混淆的情況 好 因為 思維是透由文字語言在導引的 沒有文字語言你導引 除非你自己有能力 不然的話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只好再注重這個語言 所以他不想再用正這個字 用如就可以理解了 也可能是翻譯的古德 有注意到這一點也說不定了 總而言之我們沒有看原點 但我們知道是這樣講的 一個是 自邪道 一個是 自不如 兩個都是自 邪道 自邪道為之道 自不如為之如 但這樣講起來的話 兩個都動詞喔 道 如 機 那機是什麼 機在這裡講行 你看趨入為之機 又是行 行在很多的地方 他講的是機 甚至用這個機 這個機 這個機 這個機更加有動作的意思 你看走路的走對不對 走路的走 這個就措字旁 就是在講這個 我們追 追中的追 有沒有 追一定是一個動作 所以在古字當中常用這個機 這樣了吧 在這裡他就用這個機 比較看起來像是腳印的感覺 足機就是這個機 那也可以就是不帶有那些動作 那麼就是什麼 就是移機 移的機 移下來的機常常是用這個機 這樣了解嗎 就不太 然後在講動作的時候 會用這個機 好 那麼都可以啦 是怎樣 雖然有微細的差別 在趨入 為之行 這個在別的論點當中講的是機 這裡講的是行 趨入 趨入也是一個動作 你看 都是在講動作 有沒有看到沒有 要字 字就是心中要轉 要翻過來啊 這樣子的意思 我上一堂課講 就是說 佛教徒對於公眾事物 乃至於復法的復教 一切宗教你都要去復 存亡死寒 如果某一個宗教 可以被政治所忽略 所壓制 人權上面受到的打壓 那你其他宗教都默然的話 將來換成你佛教 人家也默然 或者其他宗教在被不當的人權打壓 然後你佛教不做解釋 不做表示 那人民就疑惑說以為這樣是可以 特別是佛教徒會認為這樣可以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這樣的話佛教徒當然是可以的說 明明是牽涉到宗教人權的 倒過來哪一天等到佛教自己也被 偽人權的事物所打壓 佛教徒也認為無所謂因為可以 所以說真的要顧其他宗教 我真的沒騙你 是這樣 那你佛教去顧了其他宗教 我說佛教徒啦 不一定是佛教 佛教徒懂得去顧其他宗教的人權 守護他們 人家點滴在心 反過來他也會守護你 老百姓是沉默的 但是他是清楚的 從這次的選舉可以看出來 是這樣 看起來在打壓什麼 但是打壓沒成功 是這樣 有人轉給我一個 在選舉前轉給我一個 就是有台北市的某個候選人 在賽事場拜票 拜拜拜拜拜拜 突然間一個阿婆 阿婆阿媽 那個罵 真的專門來罵的 專門罵的 阿媽 真的就在罵 你們這個打壓太過分了 都是用網軍在騙人 阿媽也知道那個是網軍 一直罵那個候選 那個候選當中沒聽到 這樣子 另外一個阿媽也挑出來罵 人家正在買菜 你們在這邊擋著人家 你們在幹什麼 要倒啦 你們要倒啦 真的 這樣 抹黑過頭 抹黑過頭 對 用過頭了 真的用過頭了 對 你可以說宣揚你的政策可以 但宣揚你的黨 你還抹黑別人 這是太過了 連阿媽都知道 難怪出來罵 是這樣 菜市場裡頭賣菜的那個 看樣子就是那一般的 一般的那種在菜市場賣菜 是這樣 已經到這種程度 那看來就讓人感覺安慰 說喔 連老太太都知道 那這樣應該大家都知道 是這樣 好 那麼就屈辱 所以說這個就 痣 要對痣 這就是對痣 這就是這種對痣 要對痣 對痣就要翻面 錯在哪裡 或者不做你會危險 你內心要這樣思維 錯在哪 或者不做的話 不對痣會不會病更重 這樣你就會去對痣 那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你就不對痣了 是這樣 好 這就是對痣 再來屈辱 屈辱就不關乎對痣 就是那個地方是好的 我要怎麼進去 那就屈辱 所以屈辱一個什麼 屈辱一個 這是形容詞 公 涅槃其實沒有一個形象的啦 但是就像是一個宮殿一樣 安穩自在不受侵擾 公的意思是怎樣 安穩又自在又不受侵擾 就是這個 公又比痣還要更內部 你懂嗎 痣已經有護痣和痣牆這樣 那公呢 公就是痣中之痣的那個 皇帝所住的物為之為公 那當然就更加怎麼樣 更加安穩 是這個意思 就是用那個來描述涅槃 那什麼來描述痣呢 戒律 描述痣 那什麼來描述何呢 禪定 禪定水 那描述痣 有禪 有戒 然後有洩脫 洩脫就進入宮 是這樣 那是最安穩 有洩脫就進入涅槃宮 所以這是一個屈辱的意思 就是說你要沿路這樣看著 跨過禪定 跨過通游戒律 然後進入到解脫 那就進入那個安穩之宮 很有畫面 這樣就有畫面了 這個畫面就在導引你說你要屈辱 你歡喜你就會屈辱 痣是知道他有過失 那看到了歡喜並且願意 那就是屈辱 所以你在禪定中你要觀察 涅槃的自在相 懂嗎 那你才會願意屈辱 你是會樂此不疲的修行 最後捨棄 為之初 捨棄一切有 一切有是什麼 就是有業 做的都是業 做的都是業 我要捨棄 那問題來了 你哪一件事情你不有業呢 你跟他講話不也業嗎 你今天做一個善不也業嗎 你做一個什麼樣子的布施供養 插佛像 乃至於說推動宗教基本本 哪一樣不有業 那這樣不是一切有嗎 是的 身為人認為都別幹 那不就沒業了 他是這樣看 就是斷滅間就是這樣來 著偏空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羅漢修森文法的人 他就是脫波 我讓你修福報 你看到我了 我們慈戒 你看到清淨了 好沒事 就沒事了 他不會說有事嗎 今天讓你們問問題 我來回答你 當然森文法人家度眾生也會用這種善巧 他還是要度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不是他的主要 投入眾生的生死的協助 那不是他主要 但他要度眾生來支持他的法生會命 支持他到場 當然他還是會做那個事 但那不會是主要 那大聖人呢 他是為了要利益眾生 所以我要建寺院 那為了要有了寺院 所以我就要去度眾生 不是說我要去度眾生 來安置我這個寺廟 就主從就不太一樣 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說很多 我有時候我在新加坡我也看到 我對面這一邊是人家那個大聖念佛會 那後面對面就一間 一間上面就寫著 我們這是阿含金色 什麼金色這樣 沒事不要來打電話 不要按電鈴 我在那裡進進出出進進出 從來沒看過他開門過 我有時候很 有的想法說 我是要晚上夜黑風高的時候 爬進去試看看 是這樣會怎樣是這樣 後來想想算了 因為新加坡政府很兇悍 到時候把我抓去關 就是想不要了 結果不小心 我們的念佛會我就真的爬牆了 我去演講回來穿著海精 穿著海精爬牆你看過吧 你幫我作證我不是小偷 然後說好 我跟那個居士講 載我進來的居士 你幫我作證我不是小偷 因為他有攝影機 到時候 在那邊抓我 是這樣 為什麼因為我要趕快進去 把一個什麼東西拿給那個居士 怎麼那麼晚 是這樣 沒得等 剛剛沒聯繫好還是怎樣 是這樣 好 那麼就所謂的一切有 那個有 那叫不是有業嗎 那叫我大聖就造有業嗎 是 那怎麼辦 不執 不執著 重點在不執著 做完就得忘 那不思善不思惡 做了也不畏 我們說 這個呢 不畏一切 不懷目的而為說法 還是法華經 法華經什麼教法都有 不懷目的而為說法 今天我哪怕教靖人 我教一條狗狗 我教一個眾生 哪怕我做宗教基本法 我知道要做 我知道要去把它做好 就這樣而已 那做不好呢 做不好沒有什麼好不好 要嘛就檢討一下方法 純粹在方法上檢討 哪一天時候到了 成或不成 遺憾或不遺憾 都得要懂得放下 因為不懷希望而為說法 這就是說法 造一切 而不做一切 所以邊做就要邊放下 我常講一腳在內一腳在外 這我做的 廟我建的 是事業我建立的 這個會我創的 我我我我我 那一代我 那就是有了啊 大聖一樣的 一樣的是有空見的 不直取那個空 從空出廟有 在空有不二入實相 所以即空就是有 空中不是什麼都不做 做了也不是有任何的直取 你有任何的道德見解 你有任何的理想 都是如幻如畫 哪怕是理想 也是如幻如畫 哪一天宗教基本法成立了 大概高興三秒鐘 那就結束了 繼續啊 我還是和尚啊 該念佛念佛啊 該誦經的誦經 這件事情大家有因緣 那就做了那就成功啊 成功就好了 就知道就好了 是要這樣 所以他算不算有業 當然了聖人可以完全乾淨 我們凡夫可能做不到那樣 那麼完全 但是就是一個不執著 一個不執著 就是這樣 那麼在念佛人呢 那我念佛 念佛求生極樂算不算有業 那個有業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這是歐彌陀佛直接說的 若一日若七日乃是一心不亂 遇生我國 這個是順彌陀本願所有業 那這個有業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懂嗎 不過有一件事情不能 不能執著我很多 你們都沒念佛啊 你們跟我比 你知道我一天念佛多少嗎 蛤 沒想像你們這些 這種念頭就完了 你這種念頭就完了 念就很好 就這樣 為什麼 你要是執著我每一天念兩萬 我每 當然要念兩萬 我說你執著那個 你執著我有做 當然要做 但是不要執著我有做 你懂嗎 你可以一天念十萬都可以啊 儘管念 也應該這樣 你要立這個目標也可以 但不能執著 我有念十萬 為什麼 因為你臨終的時候說 欸 我念到現在怎麼 歐彌陀還沒出來見我 欸 奇怪哦 這樣有用嗎 還是我忘了登記進去 不然歐彌陀我怎麼還沒弄我 我已經痛成這樣了 我臨終了耶 你就這樣 生命 因為你覺得我有修那麼多 你懂嗎 你會開始懷疑 那個 那個都沒在念的 說什麼已經見佛了 我怎麼沒見到 我念那麼多耶 你會怨腦 你還是凡夫啊 所以不能 就用功照用功 不要執著 我已經用功多少 當然這很難啊 當然這樣很難 可是呢 要學 那是個目標 你懂意思嗎 不然就這樣 以前我有個學生 他曾經做過某一個法師的試者 後來就出家 然後出家之後呢 我就 我在大學時代就演講 所以常常被人家邀請演講 演講的時候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那個 那個時候我叫教長 教長 今天來的人很多 我估算一下大概多少多少 那一次這樣 我就沒理他 因為我從來不注意這個事 第二次又這樣 到第三次 我就把他叫 我說 你不要把他報告這個 你跟我報告這個要幹什麼 他說 沒有啊 以前我跟哪一位法師在一起 他都問我啊 今天來多少人 這樣 我就想 習慣 我就去算 有多少人 我說不必啦 不必這樣 哪怕是 哪怕是只有一台攝影機 因事物站在那裡打瞌睡 我都照講 我都可以講得很高興 你懂一下 因為我們 就 既然被請來講法 那就來啊 是這樣 那當然人多 我們覺得 勘於安慰 很多人願意學佛 這跟我無關 那三兩隻貓 當然 沒因緣 就這樣而已啊 你沒什麼好 當然是對 不對 我是大法師 這車在這三四隻鳥來 你不叫我講 不敢講 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 你懂意思嗎 講法是你 出家人 有因緣 那是你的責任 責任就對了 人多 安慰 不是你高興 安慰很好 大家願意學佛 人少 沒緣 希望今後更多因緣 就這樣而已啊 你不用去執著他 這樣子算不算有業 或許還有些 但已經很少了 這樣 還有 這個我早年啊 我到處去也會參學 那參學的時候呢 會參到一種教法很特別 就是 藏傳佛教的 一做一做的 比如說 我去修過綠杜姆法 波瓦法 波瓦法 波瓦就是要直接往生的 波瓦法就是千世的意思 千於意識 這樣 他修成了的話呢 修成的話大概就是 大概就這種的 大概就這種 差不多這樣再細一半 叫吉祥草 直接就頭頂插進去 現在不能了 現在不能了 他會封住 他會封住這樣 當時修完 會出黃水出來 我都有 這樣子 我都有 那時候我出家了 是這樣 三天 有他的姻緣 這樣 那好了 那 那 我就 我就會看到一件事情 無論哪一種法 他裡頭都會最後修一個空性見 化為不可得 你看 藏傳佛教跟漢傳佛教看法一致 雖然教法過程不太一樣 一定 後面有一個這個 那漢傳佛教我被長老們教的是這樣 他說你正在做的時候就要 當下 立修立斷 立修立無 就是說正在修的時候是有 對吧 你也心中同時知道不可得 所以 修的神職是空有並進 能修之人不可得 所修之法不可得 正在修的功德也不可得 但我正在修我知道 修到後來呢 我正在修也不知道 這能念所念意 兩相忘 但還是念佛 所以這就不違背 一切有 捨棄一背 一切有了 有沒有違背 沒有 所以我就說 我說大聖法的修行 就僧文法的空來說 其實他並沒有違背 所以你好要僧文法 我想這是你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聽到我自己習慣 你就知道 不要去棒大聖 說那是非佛說 說那不符合佛法 只有我們空性見是佛法 不是的 大聖人一定先懂空性見 不會不了空性見 是這樣 他是從空性中 空而懂得說 空也是對字義 也是這樣子 了解 這樣 OK 好 那麼這樣理解了之後 這個捨棄一切有故 這重說了一遍 是告訴你說 人家聚舍論是怎麼個說法的 OK 這樣懂嗎 知道 好那知道之後呢 我們就放下 放下 往下再看 關於十六形象或者觀的修辭的實體 注意喔 注意喔 來了 這裡頭就講一個很特別的觀念 因為聚舍論說的 你就不得不注意了 如果別的論說我覺得 參考一下 因為聚舍論太強大了 不是他布置多 是他在歷史地位太大 太重 他近乎就是聲文教法 說一些有布教法的總綱 總結 不是總綱 總結 幾乎是這樣 幾乎是這樣 所以說你看有多大 那好 那麼他出在哪裡 他說啊 他說 有餘詩說 有餘詩就是說 不竟然是他的意見 但是呢 他覺得那個意見也不是錯的 所以我引述給你知道 給後來的人知道 是這樣 當然也有那個有餘詩說 他把他大批特批 把他給批到 批到什麼 那就是為了他要破邪險證 有時候也會有餘詩說 聽懂嗎 餘詩什麼意思啊 另外的師父 那另外的師父 基本上跟我不同派系 或者跟我的思想 不要講派系 好像要講政治 就跟我的思想 不是同一個脈絡的 或者不是我同一個師承的 都有可能 這很廣泛 很廣泛 在這裡他提的是說呢 是這樣 有餘詩說到 十六行相 明相雖十六 十四為七 他講七喔 聽起來還蠻療癒的 我要修十六很累啊 只有七 這樣 還不錯喔 喘軟啊 你聽懂嗎 減軟四十十 只有七而已 是這樣 十四為七 十四是什麼意思 雖然概念 似乎可以講到 對稱的每一個都有四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某一地只有三 那一地只有二 這樣就不對稱 所以 意義上雖然 四地嘛 四聖地 每一地都有 都有四個形象 那四四十六 好像是這樣 但他心裡明白 那應該是古德 讓他對稱的時候 讓修學的人 感覺 有對稱美 懂嗎 在物理學 科學上 就是這樣 比如說愛因斯坦 他就覺得 量子 論這個東西 不對稱啊 怎麼講不對稱 因為 他 這樣講好了 人類 他認為 人類 應該對宇宙的事情 最終 有一個可預測性 最終呢 應該有一個數學 可計算到 決定的意義 決定 比如說 某人站在那裡 我要描述 那個人 的時候 比如說 那個 聽說你們這裡 有一位定心商咪 有啊 我可不可以 跟他頂禮一下 可以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在某處 長相怎樣 的那個 長相傻傻的那個 還是長相怎麼樣的那個 比如這樣 好 那我描述的外型 我也給予了位子 對吧 那這樣的話 這兩個條件都夠 足以讓我去找到那個 這樣叫做美 清晰 又決定 你像人類怎麼生活 比如說這樣 我要告這個人有罪 這個人害我 那法官就要判 有罪 要嘛沒罪 法官能不能這樣判 這個人 我最後的結果是 他可以有罪 也可以無罪 那這樣還需要法官嗎 要嘛A 要嘛B 要嘛正面 要嘛反面 不會有一個 同時是正面 也可以同時是反面 不可以 這就不美 confused 我疑惑 通常道理 我要描述一個 三咪在哪裡 他在那裡 然後呢 是長什麼樣 可以是高的 也可以是瘦的 可能是胖的 也可能是看到瘦的 你是在講什麼 這樣我怎麼去看那個人 他是混淆的 不確定的 量子力學就是給人這種感覺 Einstein崩潰 他沒有發瘋 他是崩潰 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有一句名言說 上帝為什麼跟我指骰子 骰子是不確定的 拔杯 拔杯是確定的 但是骰子是不確定的 拔杯是一個溝通工具 是這樣 那當然是確定的 你試試看喔 拔杯 你要亂玩的話 你會被那尊神 K屁股 是這樣 所以呢 這就是不美學 所以我跟你講佛教的古德們的素論斯 他是注重美學的 他們講這叫做對稱之美 所以四四乘六 乘十六 他不會說四 四勝地 那第一地呢 下面修三觀 下面修三行 那第二地呢修兩行 第三地修五行 第四地呢修六行 我亂你 他就會對稱 他就會對稱 但他終究是思想的東西 他不是一個宇宙客觀的 那個 是我在思維宇宙的時候 我發展我的思想 經驗中的思想所建立的 我儘管把它弄成對稱 但 來了 這裡就修正 他說其實 那只是為了對稱而已 真正實體才七個 聽起來就麻煩了 聽起來就有點麻煩了 他就失對稱性 看到沒有 當我們在描述地獄的時候 我們說四層門 這個城牆四邊都有 三層門 某一邊南門從來不是門 你就覺得好怪 我幹嘛見成這樣 就會這個樣子 你懂 人類往四邊看 桌 然後接著就是右 然後前 那就是後 就這樣 你看 對稱 人類一直在活在一個 黑 白 左 右 有 無 得 思 上 下 這種對稱 因就果 這種對稱法 所以科學也是這樣 那物理學在 物理學在講求美的對稱學的時候 他對他有什麼幫助 他很有幫助 比如說 我要算出來 我要算出來 這個事情不對稱的話 他就覺得 嗯 怪怪的 我要去找到對稱的原理 我要符合他對稱的原理 量子糾纏 又講到這個了 量子糾纏為什麼它會成為一個 傳遞訊息的工具呢 是這樣 有一個量子在這裡糾 量子在進行糾纏的時候 是兩個量子化的東西在糾纏的時候 這個是兩個 注意要兩個 那 左邊這個 如果糾纏的結果 是有一個叫 spin 就自旋 就自旋 有個spin 如果是up 欸 好奇怪喔 無限遠的那個地方 或無限近的地方 同時就會down 所以叮咚叮咚 這樣不就變成怎樣 在傳遞訊息啊 在傳遞訊息 做計算的時候就傳遞訊息 所以它就能傳遞訊息 但量子計算為什麼更好 因為它還有一個叫做中間訊息的 它不是上或下而已 它還有一個堆疊碳 哇 這堆疊碳如果最後也是可控制的 因為你堆疊多少它就堆疊多少 那不嚇死人 那這樣的話我多一倍的計算能力 一位元多一倍 兩位元就多四倍 三位元就多二的三四方 三的八倍 你需要很快 那這會對人類的計算法 第一它速度本來就快 第二它的位元又會增加 喔 所以為什麼量子計算機 概念上 我在講概念 量子計算機為什麼會快 快過我們今天的計算機 快成怎樣呢 快成我如果把全世界的超級電腦 手提電腦不算 超級電腦都集合起來 計算宇宙的某一個變數 我如果改一個變數 然後宇宙會變怎樣 我如果改這個變數 比如說宇宙生成的時候的那個某一個參數 那它會變怎樣 人類如果這樣算的話 有的算有的內容 不要算那個萬年的 有的地方要算 要算到百年以上 所有的超級電腦機 而且今天的超級電腦 到了量子電腦來計算 以它那個倍數來看的話 可能三秒算完 你不嚇死人 你要一百年才算完 這麼多百年 那我一台呢 一次計算完 可能三秒就算完 所以你看人類以後看怎麼辦 如果拿這麼快的電腦 把它做成機器人 那你不完了 人還能算什麼 人的腦力變成螞蟻一樣 跟這種電腦 那這種電腦 如果這樣的話 你知道什麼叫做自我繁殖 你知道嗎 自我繁殖 自我繁殖也是對稱美學的東西 你比如說我要重複出現一個法杖 那也是一個對稱的關係 所以將來電腦會自我繁殖 你死啊 對啊 它也是對稱的關係 那它懂得這對稱計算法 它算得比你還快到 根本你一眨眼 它就已經做出結論了 那你完了 這就是為什麼 Hurgin 英國的那位坐在輪椅上面 那位大師 其實死了之前 他說我不研究宇宙 我只告訴人類一件事 兩件事 第一 不要跟外星人對抗 你會死得很慘 第二 不要發展人工智慧 人類會死得更慘 他就在講這個事 聽說是這樣 聽說是他見過 他看過那個數據 因為他是高階的物理學家 國家的最高機密會跟他討論 不敢跟一般人討論 但是他可以講話 他可以對外宣告 是這樣 這樣其實是要印證一件事 印證說 世尊講的 佛經講的說 宇宙的眾生根本無量無邊 怎麼會只有你人類 是這樣 這種觀念可能也造成了 天主教所謂的講真理的時候 願意 也不是願意 他們開始注意到 上帝可能也是真理的介紹者 可能也是這樣 好啦 這個是代表我個人的理解 我不能夠代替他們的講解 但是那個時候的感覺 給我這種感覺 OK 那個不能褻瀆人家的真理的 是不可以的 好 那好 那麼就這樣 那麼因此呢 這裡就開始破了 你看 他說四十為七 你看就不再對稱了 四聖地的最終行 只有七個行 哇 那你怎麼說都不對稱 七不能除以四啊 除不盡啊 三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說八還好 八的話 每一地下有二行的話就八 那是七行 你看到沒有 所以這裡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來他怎麼說 他說 苦地明實俱世 他說苦地下面真的就是世 這四種還真世不能夠取代 無常無我苦空互不取代 也互不代替 所以苦夏俱世 明實俱世 名字有四個 實際上 事實上也有四個 哈哈 苦味了 爬腳四樣 絕對無缺 不減是四樣 但是呢 余三弟 其實 再怎麼說他四行其實就是一行而已 集 面 道 都是一行而已 所以各三 各一 不用再開四了 所以苦地下開四 就開就開就說 開展成四個觀形的內容 那 到 極滅道呢 各個為一 講四 其實只是一個理解的方便而已 懂嗎 其實他當下還是一 這樣是說 四加後面的一 不就七嗎 注意 他還保留了某一種對稱 什麼對稱 一是一 只有一個苦地是四 這樣的話 苦地跟別人沒得比啊 他自己對稱 就是 就這樣講 如果真理是兩個 那他還要對比嘛 對不對 真理如果只有一個 那他長什麼樣 就是那個樣啊 也沒什麼好對比的 沒什麼好對稱的 我講對稱美嘛 他就是唯一啊 我問你啊 上帝需不需要太太 不需要 所以這個上帝唯一 你不需要討論上帝應該 應該要怎麼樣 旁邊的椅子要再配一個 或怎麼樣 不用 唯一 對吧 這裡就是 後面的道地 滅地跟極地 各個唯一 自己跟自己對稱 唯一了就對稱 唯一嘛 那 世聖地的當中的苦地 他唯一是 也沒有人好跟他對稱 對吧 所以他還是對稱 但破掉了十六行的對稱 是這樣而已 但他自己也沒壞他自己的那個對稱 他跟自己對稱 這樣聽懂嗎 所以說這是思想美學 所以美很重要啊 上一堂課的上一堂課 我說差極之美 也就是這樣 美學是很重要 美學是一種對稱感 物理學的美學 或者數學的美學 都具有對稱意 都具有對稱 對稱讓人感覺穩定 讓人感覺合理 人間要不要對稱 要啊 好的不要全拿 要分給別人 壞的也不要把它全惡 也不要把它拋棄 他應該還保留某一種 這個壞人 壞人也不要把他放棄 要保留他內心裡頭跟你一樣的那一部分 他不想受傷啊 他有殘齒心啊 他也自我愛啊 他也這樣 這一點跟你一樣 就是造惡而已 那個誰啊 最有名的 我不要再講那個事情 但是為了講經 我想回向所有人 這個當年不是有一個 陳敬興說 魯人勒索加殺害小孩嗎 這個三歲以下大概不知道了 不知道這個故事 然後我們就講說有這麼一個惡人 這樣殺 魯人勒索 最後還殺 殺掉那個肉票 最後就是被現在的市長抓到 新北市市長侯友宜 他是警察出身的 他當年在天母抓到他 天母的那個什麼 外交死劫的那個地方抓到 那抓到了之後呢 聽說他在監獄裡還是不對 他的媽媽 這位媽媽做懺悔還是不說 最後是在要執行死刑的時候 有傳出來說他真的嚇到走路走不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人類再怎麼狠 最後面臨死亡的時候 除非你修行 不然那個內在的恐懼 你還是沒辦法 那麼這樣理解的就知道說 淨土中多麼的有對稱性 所有的眾生只要在淨土法門的念佛之下 他通通面對死亡 通通一致 一致性也是一種對稱 什麼一致 無有恐懼啊 面對彌陀來接還會歡喜 完全不會怎麼樣 完全不會放不下 那時候要死了 老母也不漂亮 老公也不好 這些怕你死亡都別人 這樣 黑蜜豆粉 一要到極樂世界 黃金為地 蓮花化身 諸善善人聚會一處 然後呢 絲時時來絲依依依來 一切自在 我比較就是你這寬虎的沙婆世界 是壞到有存 對不對 所以我立刻就很對稱的 一個極苦 一個極樂 有沒有看到 那你自然就倒向極樂 還是對稱 對稱的極端之美 在你念佛的時候 一點都不恐懼 死亡一邊恐懼的 一邊自在到不行 歡喜到不行的 兩邊都有 然後彌陀佛一來 你就能夠自在的往生 你跟娑婆的疾苦 恐懼 臨終的恐懼 剛好是對稱的 就走向那裡 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十六觀行呢 最後 居然在最後這一段 也是據者論講的 他居然有餘師認為 十六不是不可以 但十則是壹 後面的三個 十則是壹 這樣懂嗎 他的意思是這樣 本來後 極地滅地跟道地還開四 是不是這樣子 開就是解開 有四個形 現在說七十可以是壹 那好了 那你就問了 那到底修還不修 修不修十六觀行 好 我們看以下 其實還是修 為什麼呢 因為就 不是就對稱說 就修行來說 你就是要熟悉 雖然四十是壹 四十是壹 就是這個 在這裡 四十有沒有 十四 十四就是四跟十 實際上面的現象 四就是現象 實際上的現象 其實唯有七 就是 有 實際上面的現象 叫做十四 四就是現象 雖然只有七 可是呢 你概念中 可以用四個角度理解 就好像說這個 是不是壹 那你要描繪它的話 你應該是這個角度看看 那個角度看一看 這個角度再看看 這個再看一看 可以吧 是不是 所以有沒有違背 事實是壹 沒有啊 可是我觀察用四個角度觀 可不可以 我觀這樣會不會更清楚 對這個東西 會不會 就對了 所以 並不因為這樣 而擔憂 而捨棄四種行觀 這樣聽懂嗎 只是說 是觀四個 不同的東西 還是觀四個 同一個東西 觀四個面相 這樣差別而已 是這樣 好 那麼你看 余三帝 名四而食一 有沒有看到 名字有四個 其實事實上是同一件 講的是同一件事 比如說 這個吉、陰、原、森 其實都是吉的本質 本來的意思 那麼 道、正、基、聖 在他的看法是 事實上是同一件事 然後再來講 滅的時候呢 滅、進、妙、離 然後講都是滅的本質 他的意思是這樣 不過話說回來 不管怎麼樣 在觀念 概念上你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 四個角度來看 這個這樣子可以怎麼比喻法呢 你比如說 父母愛兒女 雖然現在有些父母不愛兒女 父母愛兒女 然後他怎麼表現 他可以在語言上疼惜 在物質上給予無缺 在飲食上 煮好吃的給他吃 然後在教育上給他支持 其實就是一個愛而已 一個父母愛兒女 假設啦 這樣講 那他的表現法不同 所以 明有四啊 實是一 這樣子 是這樣講法 這是一個比喻啦 不要太 不要太執著我這個比喻 或者我說 比如說這個意思 但無論如何 如果你要懂得 父母對你的愛 你事實上要從四個角度來看 哎呀 爸媽讓我衣食無缺 哎呀 爸媽讓我讀書 看我要讀到哪裡 只要我能讀他都自應我 那都要錢的 哪怕去出國留學也要錢的 你看他這個 你看看他做我的支持者 我做什麼事業他都支持 爸媽的愛好深啊 你看 同一個愛 可是我從四個角度去理解的時候 我會覺得更深刻 這也是比喻啦 這也是比喻 就這樣 所以你為什麼要觀四 有必要 這樣好 好 那麼依據舍論 第卷二十六又所在 十六期的雙關 其對峙的作用 都各有對峙 所以 這裡講對峙了 所以他要十六型了 理解嗎 所以就不能夠又講成七了 因為我有病多了 我就要把它拆開來對峙 這樣聽懂嗎 那我們看他怎麼對峙法 怎麼對峙法 好 他說 未至長樂我 我見 所以對峙 對峙直長 執著長 我們最愛執著的什麼長 什麼長 愛 你說你愛我的 你現在怎麼有小三 這就是所謂的 對愛的常見 那如果說你看 夫妻結婚 然後這邊問他說 你愛他嗎 要娶他嗎 願意 你願意嫁給他嗎 願意 但是我都有但書 怎樣 我只嫁他三年 願意嗎 我就不願意 所以這樣 老公這邊也不願意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認為 那是要長的 眾生是直長 執著長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這樣的話 難不成婚姻都是短暫的 不 要學習 要感恩 要怎麼樣呢 要放下 放下自我 這樣才能夠 在無常當中勉強 死亡之前長 死亡之後就無常了 死亡之後大家都揮悟 以前是長相是怎樣 蛤 我愛整四人的那個 過去原來是冤親債主 欠我錢的 那結果這一輩子都在賺錢還他 讓他買衣服穿 讓他吃好吃的 一死了之後過去的夜感 大家都看出來了 以前我是他養的小狗 他都在照顧我 還幫我怎麼樣剪指甲 還幫我修毛 我欠他一輩子了 所以我現在呢 變成他媽媽 要養他 養得很好 都知道了 在恢復中英生的時候都知道了 那就無常了 就不用再愛了 愛完了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說愛 你說愛會不會長不長 佛法來講說 盡量在你在凡夫階段 讓他不要變直 但是那也是無常的 因為本來是愛情變友情 友情變親情 那再變下去就變冤情 怨情 那就不要再變到那裡 那就可以留在至少是親情 親情 熱度沒有了 可是穩定度還保留 因為念恩 所以有人問我說佛教都講無常 那這樣感情怎麼辦 我說感情也是無常 可是不要讓它變得那麼爛 那是可以的 人類是可以學著做 佛法也可以學著做 是這樣 對自常樂我跟靜 常樂我跟我見 就是本來是一切我見就是說 永遠有個自性 自在性或者自性 我所是什麼 我得到的東西 不是錢是我得到的 我有錢啊 你忘記了 錢在你一口氣不來 錢都大家得了 國家或者冤親債主 或者你家裡那個不孝子 或者是你那個 不一定對你很有感情的媳婦 是這樣 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趁著你還活著 趕快簽出來捐給萬佛寺 那就是你的 永遠是你的 功德在你身上 你就有一張卡 功德卡 到了閻羅王那裡去刷卡 一刷死來功德幾千萬 是不是這樣 那你呢 留給你兒女 你無福可戶 無善可依 到了去閻羅王那裡 跪下 有什麼功德沒有 巧幾包沒有功德 早半天沒有 你兒女呢 兒女才不會寄功德給你 不會 他正在 花天酒地是難聽了啦 他正在過 你燒乾燒肺賣血 留下來的那些財產 他正在用 初一十五還沒有拜 只有一年拜一次祭日 那還他祭德 叫做祭日 祭德的祭日 他祭德那天才會拜你 沒祭德他還不拜你 而拜的時候呢 搞不好就是什麼呢 兩條香腸啦 一隻香蕉 這樣而已 還不是拜很豐盛 一輩子努力 留了所有的一切 我說燒乾燒肺又賣血 留給他們 你幹嘛不留給萬世千秋的三寶呢 那也不是給我 我沒比較好 我也沒有因此你來供養萬佛寺 我去換一張床 或者晚上我那個波突然間變金波寶波 沒有啊 我還是吃那個飯 那也不是給我 給一切眾生 供養一切諸佛菩薩 你這樣空空不做這個功德 有道理嗎 有 那個 等一下去拿化園布來 這些所有的都給他簽簽的 這些都說有 這些都說有 這就是我所 我認為我得 不是 就是我所 就是我所有的 被我所擁有的 叫做我所 知道吧 我所 那我簽就是我職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你的話再好 我看你不順眼 什麼話都不對 以人費言 就是我簽 我職 還有更慘的 這個人我就看了不慣了 他說的話我通通不聽 反正就是我職 再來其他我職就比較細微了 大概都在爭 爭我慢的事情 夫妻也會 兄弟更會 外面工作的同儕也會 乃至於師兄弟 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自己要 要怎麼樣 要放下 那我們為了怕人家會這樣難過 我們也要收斂 收斂 比如說在公開場合 有這麼一位大德在那裡 你就少講話 你也不要讓人家覺得 我見受到侵犯 他的身份受到侵犯 也不要 這個就是要互念別人的我見 好 那麼這是前面的四個 就是這個苦 為什麼要觀苦 就是要對峙這個 那為什麼要 所以故修非常苦空非我為相 這就是修苦地 對峙苦 用苦地對峙這個 這四個錯誤 這樣懂嗎 所以他有對峙意 為什麼要修四行 好 接著修下面的 極也有四行 對吧 那對峙是什麼 對峙 五陰一陰變陰之先陰界 所以修陰極生圓形象 極陰元生 極陰元生 但是他因為對應的不同 所以他把這個順序給 給改變 好 我知道 那麼譬如說 對峙無陰 什麼叫對峙無陰 說 沒什麼陰果啦 他今天這麼有錢 他狗死運 他跟過去有什麼陰沒關係 就是無陰 懂嗎 那麼譬如說 我今天生病了 生病 生病就是多撐 多撐 這樣子呢 容易 不是容易 就是病因 你看釋迦佛都成佛了啊 當時就是因為撐的前方便 叫做去打那隻魚 魚網的頭 翹三下 結果他成佛了 他的頭痛三天 這樣 所以一定有因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這種關節 沒有這種觀念 為什麼生病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這麼倒楣 他不知道生病有因啊 是這樣 一定事出有因 所以我們平常一定要謙卑 我們不知道造了多少殺業 撐業 是在那裡 就是無因對字修因 是一切法有因 再來一因對字極 就是認為一件事情單一一因造成的 其實沒有 就無量無邊的過去 眾因集合的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兄弟 這個哥哥為什麼都在壓抑弟弟 那因為呢 這個以前我弟弟壓抑我 所以我現在呢 去壓抑他 不會這麼單純 首先你們要見面就要多因啊 不然你們怎麼會長在同一個家庭呢 這就多因了 再來 你說他壓你 哪一件事情壓你 難不然他永遠在壓你嗎 你沒壓過他嗎 他騙你 你沒騙過他嗎 所以騙來騙去就是所謂的淵淵相報 今天 那今天為什麼我給他報 怎麼他怎麼不是我來報他 比如說意思 所以我給他報就是他來騙我錢 為什麼我不騙他錢 那是因為你的這個夜感 或者你的那個福報弱了 那麼你今天講那個話 你的貪心增長了 所以他就有機會來騙你了 你看也是要現在的因啊 過去你有騙他現在被他騙 但是他真要能騙你 還得現在的因緣 其他多因 就是其他的因來成就啊 不然他也騙不了你 金光檔有沒有 金光檔他為什麼能騙你的錢 那是因為你自己貪啊 是不是多因 不會只有單因 單因不成 還要有緣 還要有緣 集生 那再來講生 再來講緣 我們來看看 時間到了是不是 好我們把他講完 所以什麼叫變因 什麼叫一因 那接著呢 執著說變因 其實不是變因 是每個因都促成生 都促成結果 而不同的結果 累積成為你今天的樣貌 那就是用生來表示 每一個因 加上了各種的元 最後會生出一個果來 這都是眾因合合而變成的 它不是變因 因不能變 因造的怎麼能變 是不是這樣 能變的是果 不能變因啊 是不是 那還沒成果的 當然還沒成果 還沒成果有沒有變的機會 有啊 你這個過去很窮 那就是窮的因 就是不失的因 現在就開始窮了 照已經果現錢了 好 我趕快來供養 我趕快等一下下去點香 點燈 我趕快供養一部經 或者是供養這個樓上的建設 我們這個法華店的建設 一單位多少錢 那你去 一單位十萬我沒有 那我就約一個同學 同伴來 你五萬我五萬 你三萬我七萬 一起約的去 這是眾因而生的 集合而生 不是說某個因 突然間不會變 本來是窮的因 念一念的不用什麼努力 那個窮的因突然間變富貴的因 沒有啊 窮的因就是奸貪不捨 奸貪不捨怎麼變成富貴呢 不會變因的啦 這樣懂嗎 是這樣 因就是窮的因 那就不會變 你得能修另外的因 來給予轉變 不是單獨那個因可以轉變 不是單獨那個因可以轉變 知先因見 知先因 是指著說 今天盛起 盛起了這個 某一個果了 那 你就覺得說 這個 我要獻某一個果 我就先看到 不是還沒見果的時候 我就先看到 啊 我曾經有偷盜 或者曾經做什麼善 供養讚美誰 這樣 結果 那這樣我等著 我等著 我曾經在萬佛寺 供養三十萬 我等著 看看將來生三百萬 我等著 因為我做過 或者我在禪廳中看到 結果我等一等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 我去什麼買什麼 什麼彩券 買什麼也沒有 我去做生意也沒賺 奇怪怎麼會這樣 我看到先因 但你忘記了要圓啊 對不對 要努力結善圓 或者怎樣 剛剛不是講嗎 單因不成果嘛 是這樣 你看到以前有了 你就在那邊等 不用再幹活了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還要有其他助緣來啊 那其他的助緣 是為什麼要助緣 因為 真的單一因 不能成果的 了解意思 那前面那個單一因 治療那個單一是說 你倒過來說 我今天這個果是單一的 比如說我今天多病 一定是我以前的 這個多絲魚啦 才這樣 吃雞不算 吃豬肉不算 我今天 今後我要少一點病 我就不要吃魚就沒事了 沒有啊 你還在吃雞肉啊 你還在吃 甚至有地方還在吃狗肉咧 對不對啊 是不是這樣 那你以為呢 斷這個果 單一因嗎 那在講那個事 今天 那現在講的是說 你在等待 懂嗎 先見因 你在等待 我百名了 我有共用一盞燈 我百名我要等 後來要等 賺一百萬 沒有啦 你沒努力 你等一盞燈 你就認為一定是 來一百萬的回饋 不一定 這樣聽懂嗎 這樣叫做 知先因見 知先因 你以為 你以為那個因 就這樣 這是一種解釋啦 當然 可能還有一些 別用解釋 以後再有因緣再說 就是 用緣來告訴你 沒那個緣 你那個因 就乖乖地躺在那 對啦 我是有供養 沒有錯啦 沒那個緣 什麼緣 也要謙卑 也要耗耀佛法 你才會將來賺 才會賺回來 比如說這個 好 以上呢 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 我們下禮拜 如果沒意外 週一週二還是可以上課 到週三就不上課 週三我在 這個 音書我們在哪裡 哪裡演講 那個台中 台中那個什麼 科技大學 就是台中那個 那個 歡迎大家去 去把擠報現場 是這樣 那當然也可以 可以直播 那接著就是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週四 我又往台北去 參加一個會 然後這個 那個那個 哇 一路就沒辦法上課了 是這樣 好 向下文昌 賦予來人回向 眾生無編 遜現度 眾生無編遜現度 煩惱無盡遜遜現段 參謀無編遜現度 法門無量遜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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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道無上遜現成 活道無上遜現成 自歸以佛 自歸以佛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提解大道 提解大道 法無上心 自歸以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智歸一生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一切無礙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渡 上報四重恩 下記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敬此以報生 同生結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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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